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Netflix《类之女王》热度持续高涨 该剧有金秀贤、金志愿主演、精彩又反转不断的剧情 使《类之女王》播出后大受欢迎 近日更以18.952%行高收视空降TVN厘年收视第二高韩剧 以下为Netflix《类之女王》剧情五个彩蛋细节 骇人每天都有等闲又回家 骇人在龙头里的穿着透露其心境 而这处象征海人贤有终于对彼此敞开心房了 Netflix《类之女王》剧情彩蛋细节 骇人每天都有等贤有回家 在《类之女王》中 骇人在回到龙头里替公共助选 并回到贤有家度过一晚时 白贤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心意而慌乱不已 因此逃离了房间 让海人自己一人待在房间苦等了一晚 两人回到首尔后也发生了一场争执 当时海人先是傲娇地说了 我没有等你 不要以为我昨天没睡是在等你 最后白贤有也向海人答道 我没有认为乃在等我 我比谁都清楚乃不是那种人 然而海人听了贤有的话后 却更加愤怒 甚至露出了受伤的表情 原来海人一直以来都会等贤有回家 不管是坟房后 离婚后 他每天都坚守着这个习惯 甚至和贤有在雨中吵完一架 对方更完全没将其一直以来默默守候的举动 看在眼底后 海人及时躲到了影音声散下 先行进入了家中 也依旧是等到贤有踏进家里 才终于安心起身 去换下身上石头的衣服 Netflix《类之女王》剧情彩蛋细节 此处象征海人贤有对彼此敞开心房 在《类之女王》第十集的后继彩蛋里 海人听到贤有和最后的真情告白时 他原先想打开房门 后却将放在手把上的手收回 没有将门把转开 然而在证据转场后继的插画里 房门的门把是正在被转开的状态 而证据中 贤有妈妈顺着贤有摘掉的落叶轨迹 走到海人门口时 可以发现海人的房门是危气的状态 也因此白妈妈才会意外得知海人的病情 实际上贤有喝醉酒的那晚 海人在贤有离开后是有打开房门的 而该局也象征着海人和贤有之间隔着的那道门 终于敞开了 Netflix《类之女王》剧情彩蛋细节 第十集彩蛋前后呼应 而第十集彩蛋里白贤有喝醉酒回到家中 在海人房门前住俗却没能打开房门 表明心意的场面 其实早在《类之女王》第一集就发生过 在第一集中 贤有和好友喝完酒回到家后 曾听在海人房间门口一会 而习惯等待贤有回家的海人 也在门内听着她的动静 两人都一度将手放上门把 但都没有勇气转开门 最后错过了好好谈话的机会 幸亏在第十集的尾声 海人终于明白了贤有的心意 Netflix《类之女王》剧情彩蛋细节 海人在龙头里的穿着透露其心境 过去由APINK成员银普美饰演的罗密书曾说过 社长洪海人只要心情不好就会穿得越华丽 如果他穿得像孔雀开屏般美丽 那就表示大家都死定了 且没有解决办法 因为天然灾害和社长的低气压 都是人类无法控制的领域 然而海人来到龙头里避难后 穿着却变得很朴素淡雅 衣服也都换成真知材质 整个人的氛围都变得柔和了 似乎也意味着海人的心理状态变得很平静 心情越来越好了 Netflix《类之女王》剧情彩蛋细节 先又喝醉酒太可爱前后呼应 在《类之女王》第十集片尾彩蛋里 金秀贤饰演的白贤佑 因为喝醉酒就会太过可爱 却在别的女生面前喝醉 让海人因此动怒 而海人也警告贤佑 你记住了 你喝醉酒真的会让人小鹿乱撞 那是你的杀手锏 所以不可以随便乱使出杀手锏 而其实早在《类之女王》第一集里 白贤佑与好友喝酒诉苦的片段里 她就透露海人说过 她喝醉就会变可爱 还说那是她的杀手锏 让她后来一度感到很后悔 愿叹自己为什么要使出杀手锏 变得太可爱 让海人小鹿乱撞 因此毁了自己的人生 2024神剧《类之女王》收视再创新高 第十集已经突破18.952%的惊人表现 也称为TVN历年韩剧第二高收视韩剧 大家猜测如果剧情没有太大意外 应该有机会打破2019年 爱的迫降21.683%记录 你觉得呢 在剧中金秀贤跟金志愿各种撒糖 真的让大家看得好喜欢 尤其在第十集的结尾 骇人霸气地在发布会上 公开以阴盛欺负老公的恶行 让大家看得非常过瘾 不过等剧的过程 就像远距离恋爱的恋人 真的好痛苦啊 还好网络上有各种讨论可以刷刷存在感 韩网最近以对比十年前后的金秀贤作为讨论 大家把对比照放出来真的是会吓一跳 他真的是被岁月忽略的男人 网友们讨论住 锦绣贤十年前 因拍摄来自星星的你爆红 当时的厚重刘海跟泪之女王里 白贤佑的居家打扮根本一模一样 因此引发讨论 网友纷纷说为什么一模一样 只有我会变老吗 他真的是外星人吧 白贤佑就是都敏君啊 挖起鸡皮疙瘩了 甚至还有人敲碗 女王致敬这么多不经典韩剧 会不会有来自星星的你啊 网友想出这个创意的点 确实是让人蛮期待的我 还有人建议 在等女王的时候 可以再刷来自星星的你 排解等昂当剧的寂寞窝 当然这部剧有这么高的收视 也离不开女主角金志愿的加持 金志愿饰演过着 猜伐三世生活的红海人 细致又立体的感情演技变化 也让不少剧迷大赞 加上金志愿超美的外貌和造型 也引起剧迷们大赞 在大家的关注下 金志愿曾经出演了 YouTube综艺节目SALAN Jib说道 这部作品中 有很多不同的衣服 也有需要对外展示的部分 所以进行了 身材管理一年左右 努力不吃增棒的东西 金志愿更透露 自己很努力的控制饮食 一年内连中餐都没吃过 并大家大吃一惊 她更说到 连炸酱拉面都没吃过 到现在还在继续管理中 并透露了自己的苦衷 因为之后还有宣传日常 现在还要用脸 金志愿之前 在制作发布会时也曾表示 接受了有关财阀的课程 在造型上花费了很多心思 在现场工作人员们像女王一样精心打扮 还在不那么冷 不那么热 舒服的环境下拍摄的 谈到了为了出演角色而付出的努力 而金志愿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演员 也对她的自我管理表示感叹 大爆金志愿在拍摄现场 也随身携带按摩工具 专心于管理 金志愿说 我喜欢刮痧 按摩球在面上滚动的话 感觉很舒服 所以就把她带到了拍摄现场 最近金志愿同时抓住话题性和收视率 凭着高人气 更成为了广告女王 担任了只有大师女明星 才能代言的烧酒品牌广告模特 之后的活动也备受期待 而近日金志愿的私下 凌家女孩美照曝光 没想到戏外举动却反差极大 金志愿IG更新一组私下美照 画面中她皮肤白皙 素颜甜笑 一头长发随意披散 省穿灰色卡通上衣 休闲打扮散发凌家女孩清纯气质 语剧中总是穿着精致套装 搭配华丽视频的高冷形象极为不同 相当亲民 反插萌照片流出后 吸引超过190万网友围观按赞 刘烟直夸 美貌无敌 又漂亮 演技又棒的演员 事实上 金志愿凭借泪之女王 忍气直标 过去许多穿搭造型 作品等都被大家翻出 各种风格发型都能轻松驾驭 林绯闻形象更被夸赞 是宝藏尼演员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